大家好,我是歐瑪 最近因為疫情的關係 掀起了一股在家健身的熱潮 像我們之前影片有介紹一支 在大阪有一個減肥公寓 那目前在台灣呢 也有一個叫做健身公寓 是紅色脂肪團隊做的 那我們今天特別邀請到 紅色脂肪團隊的脂肪哥 哈囉大家好 來跟大家介紹這個健身公寓 整個時間的過程 子房哥我想問一下 當初你們看到這個物件的時候 它是怎麼樣的一個物件呢 其實這個物件 它是為了還不錯的部分 然後我們在大安區的這個 四大商圈物件 那四大商圈那個地方其實 實力住行還蠻方便的 而且那邊還有很多這種 四大的學生啊 一些外國人 所以我們那時候覺得 這個案子 在這個地方 我們租下來應該是它的賣點 喔有很大的賣點 應該是因為它的就是 這個位置交通經能非常的好 另外一個 你提到的就是生活經能的部分 對 但是因為我聽說這個物件 好像是在六樓 對嗎 對啊其實我們也是拿下來 和我們招作一陣子 因為發現 好幾組他爬上六樓去看這個案子 最後都沒有效果 所以我們想說 其實六樓沒有電梯 公寓出租是一個抗型 對啊因為我覺得六樓我聽到 我也是覺得每天要爬六樓 真的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 所以我覺得蠻有趣的是 後來你們也是有參考 這個日本的減肥公寓的這個概念 然後把它延伸出來 做為現在的健身公寓 那像在健身公寓裡面的話 你們的整個設計 是曾經怎麼樣的氛圍 其實因為剛剛提到就是 它是六樓沒有電梯 所以我們在想說 哪些族群是願意爬這個六樓 而且是甚至覺得爬這個六樓 是對它是有幫助的 所以我們在想說 應該是這些喜歡運動 而且是很喜歡跑步 然後走路的這些人 所以我們在設計上 一進到這個公寓空間 就會看到一個跑步機 然後跑步機的話 是讓大家是除了跑路以外 還可以在那邊跑步運動 然後另外還有一個公寓空間 這個上面有這個瑜伽墊 還有旁邊有鏡子 所以一進來就是一個 讓人家可以在裡面 放鬆或是想要運動的一個氛圍 所以取代就是 像大家很喜歡當那種 Couch Potato 喜歡坐在沙發裡面 克洋魚片的一個很舒適的沙發 你們把沙發給換掉 電視給換掉 現在變成反而是一個很開闊的 真的是類似一個瑜伽教室的空間 所以大家其實尤其是女生 進去之後看到 他的可能是室友 都是在那邊慢跑或者是運動的話 其實他也不自主的就是 必須要就是 催促自己趕快加入這個運動的行列 對沒錯 那在房間的部分呢 我們有一個套房 三個牙房 然後當然我們都會配好這個家具 對 但是我們會是希望說這個 家具也就是一般比較文心 但是我們會用這個 綠色的牆面去展現 就是說這裡可能是比較自然 天然 而且聽說綠色這個顏色 還可以抑制食慾 什麼可以抑制食慾 對 哇 OK 那所以就是你們從裡到外 其實都是一個非常為這群 想要健身的人一個很貼心的設計 聽說這邊的租屋的方式非常的特點 你們還有一個減免租金的方式 對沒錯 因為我們是鼓勵大家 就是跑樓梯跑步 對 所以我們會用一個年租屋 可以用你上個月 你平均每天跑多少步 對 然後我們從那個步數去幫你做租屋的折價 哦 比如是怎麼樣的折價吧 其實我們打開我們的APP 就像iPhone的話 一定有一個健康的APP 記簿器 記簿器 對 其實在記簿器裡面 它就會顯示你上個月 上個月你每天平均走幾步 那比如說我每天平均走4000步 那4000步是怎麼樣換算成租金呢 4000步的話我們就是這個 上個月的4000步 就沒有那麼好 就乘0.1 就是會折疊400塊 400塊 那請問最高上限可以折疊到多少呢 最高上限我們是折疊到1000塊 哇可以折1000塊啊 那等於說你上個月每天平均走1萬步 對 我覺得走1萬步的話 就真的走到還蠻多的路 真的真的 1000塊其實就是這樣停下來 也是可以去吃一頓蠻好的一餐的 對這個豬豬豬真是一個很大的助力 那幾包哥我想請問一下 現在還有名額嗎 有啊 還有名額喔 對 你只要上我們瑞瑞瑞的官網 然後就可以上面都會有些我們找到的資訊 喔 所以喜歡健身的朋友 還有對豬豬有需求的朋友 趕快上6月2的FB 然後可以去取得更多關於這個健身公務豬的資訊喔 那今天就到這邊啦 掰掰 我們這是一個介紹風格地產的頻道 如果喜歡相關資訊的你 歡迎趕快幫我們按訂閱 還有開啟小鈴鐺 這樣子我們就可以將最Stylish的資訊 以時間分享給你喔